下面我们讲道德使用第三种方法叫做比较对照法 比较对照法也是我们在托福写作里面一个使用频率特别高的 因为我们托福写作里面呢使用的这个主要是三种 一种呢是比较对照一种是关键选择一个是自主定义 啊就自主定义 那么其中除了自主定义以外的另外两种 我们都可以使用什么呢 比较对照法来进行这个文章进行整个结构的阐述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学会了比较对照法 你将来才有可能学会综合写作 我这里讲比较对照法 也是为综合写作服务的 也就是说呢我们前面虽然讲综合写作花个时间听起来比较长 但其实呢讲这些东西都按地理 为将来将来讲综合写作呢达好了基础 因为将来讲综合写作的时候啊 你要把这个阅读当中的观点和心意当中的观点进行比较 那么进行比较的时候就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整体比较 一种就是什么分享比较 那么两种方法都分辨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看一下整体比较什么样子的 什么分享比较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 问你觉得这个人在城市好 在这个乡镇好 在小镇上好 你看我们就这么说 先说在大城市里居住的 第一个优点 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接着写 在小镇上居住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你也可以这样写 先写 比如说在大城市居住和在小镇上居住 我们先看大城市居住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交通便利 第二人际关系比较紧张 人压力比较大 第三个环境不是特别好 成功机会特别多 下面看小镇上居住的好处是什么 小镇上居住的各个方面是什么样子 交通就不太便利 是不是 这是它的坏处 人际关系就比较和谐 人不太紧张 环境就比较好 成功机会却比较少 对不对 那么下面看一下什么叫非常比较的 我们先看一下 在交通方面 在大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小镇上是什么样子的 在人际关系方面 大城是什么样的 小镇怎么样的 在成功机会方面 大城是什么样的 小镇怎么样的 大家现在能解释了吗 在环境方面 大城是什么样的 小镇怎么样的 这个叫做分享基因比较的 那么大家发现它两种比较方法 你们自己觉得哪一种 你们觉得会更好一些 你们觉得哪一种好 好 有的人觉得第一种 有的人觉得第二种 那么实际情况是 第一种和第二种 当然我们是分不出什么优劣来的 我们唯一能分的 只能根据我们写作的实际情况来分 它本身是不存在优劣之分的 我们看一下 整体表的好处是什么 整体表的好处是 第一 写起来比较容易 第二 整体表的这个好处是什么 是你看完了之后 对于在这个各个项目 比如说在A方面 这个整体印象是什么呀 比较完整的 对不对 你看大成的军作的好处 一二三四 这个印象很完整啊 那么小成的军作一二三四 这么一样很完整啊 好 但是它坏处 或者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缺点在于 由于我们是进行整体比较的 所以良知的对比并不鲜明 对不对 比较的目的可能没有完全达到 另外的话呢 对于写作的实际情况来讲 大多数人都愿意使用 第一种比较方法 整个比较方法 为什么 这个容易写 那么下面看一下 飞向比较的好处 不用说了 飞向比较的好处是 良知的对比 什么样啊 特别鲜明 在哪个方面一样 那边不一样 哪个好哪个坏 一目了然 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是 由于进行飞向比较 所以人在比较完之后呢 形成印象是什么 零碎的 不是一个整体的印象 另外 还有个更大的问题在于 用制作方法进行比较 大家看我说 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缺点在哪里了 在交通方面 大城是什么样子的 小镇是什么样的 在环境方面 大城是什么样的 小镇是什么样的 在成功机会方面 大城是什么样的 你们说有什么缺点 重复是什么样的 大量的重复 换句话讲 是very demanding 它对我们的水平要求是什么样的 就比较高 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相当的 据实变化能力 你可能就无法handle这个东西 但是话又说回来 因为它比较难 所以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怎么样啊 就比较少 如果你能用这种方法 不太显得很漂亮的话 那毫无疑问 你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口 你肯定是圆满之产 毫无疑问的 所以大家平常训练的时候呢 我建议两种方法 都训练一下 尤其是第二种方法 因为它难度更大一些 你平时你可以练 练个三五篇之后 你发现这种方法确实太难了 考试时候你觉得怕没有把握 万一怎么样 你就不用 没有关系 但是在整个文章里面的某个小的部分 你可以偶尔怎么样 使用一下 然后两者之间形成一个什么 比较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 尤其是将来写中科写作 写中科写作的时候 要求必须使用这个方法进行比较 因为那个文章题目就是 直接就比较的 那个比较在文章里面 占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 如果你的比较不是这样写的话 那么你的分数将会因此而降低 最好是什么呢 叫做interweaved 大家知道这个词叫interweave是什么意思 叫interweave 大家知道这个词叫weave 是纺织 对不对 inter什么意思 在内部 你看international 国家与国家之间 是不是 inter 那么所以说interweave什么意思 在内部就织布 什么意思 就要交织在一起 那么换句话讲 你要把这个 听力里面的这个点 与阅读里面这个点进行比较 听力里面的另外一个点 与阅读里面的另外一个点进行比较 那么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 当然理论上讲 你也可以在中科学的时候呢 使用准备比较的方法 你就先说 心理里面 他讲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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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接着写 阅读里面讲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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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关系是 什么样的 大致怎么写就可以了 但是那样的高分的可能性 就比这种要急很多了 所以这个方法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练习 一定要好好的练习 大家能听懂吗 我再说一遍 就刚才我这个例子 做大城市做小镇 这个题目 我们什么叫整体比较 先说在大城市去出的好处一 好处二 好处三 再接着写 在小镇上去出的好处一 好处二 好处三 那么什么叫分享比较 我们先说交通方面 大城市怎么样 小镇怎么样 在这些 在成功机会方面 大城怎么样 小镇怎么样 这些环境方面 大城怎么样 小镇怎么样 那么这个叫分享比较 各有各的好处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使用 分享比较的方式 那么关于比较与分析 大家如果觉得有任何的疑问 没有关系 请看讲义巨型集 讲义巨型集里面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有很多个这样的表示两者 这些基因比较的东西 这个句子结构 你把它拿来 好好的看一看 换句话讲 这些东西 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你只需要看 然后需要怎么样 填空就可以了 不过有人说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为啥不给我们一个模板 我们回去练着练就完了呢 使用模板 我告诉你 你就永无圆满之日 使用这种方法 你就绝对不可能得到 pop score 了不起得到一个high score 四分 有的人说太谢谢了 我就要四分 我说的是了不起 就得到一个四分 那也就是说 像你这样用模板写出的文章 那四分一定是什么 非常 rare 如果你的水平就写模板 还是得到四分的话 那何不 咱们写个五分的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好了 模板坏处 那是人人得而诛之 千万不要使用模板 但是你可以使用一些 固定的矩形结构 而这就是固定的矩形结构呢 我也没给大家统一的东西 要大家统一去写 为什么 因为我的学生太多 我怕大家考试之后呢 被一个人改的时候发现 大家使用的结构 这个都一模一样的 那里会使得very sad 千万不要这样 好了 这个呢 段落这个 谁的第三种方法 我就讲到这里 第四种方法 第五种方法 叫分类法和定义法 分类法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 比如说问 有没有上大学啊 那么上大学的原因 上大学的原因 就是一个分类的方法 在这个分一个段落内部 咱们还可以再分 细分 分为一二 直接这个点 换句话讲 分类法 就跟我们说的平行是差不多的 举个例子啊 问说 一个企业应该尽其所能来赚取利润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好 这边我先这么写 首先我们承认 企业是应该来赚取利润的 对不对 指第一点 让步一下 再接着写 但是企业不能怎么样啊 尽一切可能赚取利润 为什么 因为企业对自己 企业对自己 他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一个规划 如果他尽可能是赚取利润的话 有可能是企业发展怎么样 速度没有太快 没有后进 管理不散 导致很多困难出现 第二 对员工来讲 如果企业进行可能的这个 来赚取利润的话 可能员工的福利得不到保障 安全得不到保障 第三 企业对社会负责责任 那么企业就因此可能会损坏社会大众的利益 比如说出现了假冒伪劣产品 出现了偷罪落罪的情况 是吧 那么像这样 大家发现这个时候啊 是不是分类啊 那么对人 对工人 第二个对企业 第三个对社会 大家发现是不是在分为三类啊 那么这个就分类 他其实说白了吧 他就是一个什么呢 他说白了就是一个并列结构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监餐馆 同意不同意 不同意 为啥污染 好 为什么污染呢 怎么污染了呀 分类 把污染分为第一个类别 有光污染吧 有造影污染吧 有水污染吧 有空气污染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类方法 实际上是什么 一个并列结构 实际上是一个大的 这个下面 又含了一个小的分类 所以这样一来呢 这个文章结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大的文章结构 里面分为一个段落 两个段落 三个段落 就是一二三三个分论点 在这三个分论点里面呢 比如说第一个里面又分为 一二三三个分论点 他就这样的结构 大家发现这文结构写的 最大好处是什么 结构特别清楚 一目了然 这是一个我特别推荐大家 使用的一个结构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种方法 我们以后 这个在下下一次课的时候 就会讲到 ETS发布的一篇官方范文 那个官方范文 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的 写的结构特别好 而且呢 我最近呢 还有一些学生教上的作文 他们也是使用这种方法来写的 写的特别漂亮 在下次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一并让大家来看一下 当然我更希望看到 从我们班的同学教上来的作文里面 挑出来的优秀的作文 是最好的了 我希望下课的时候就有人来教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定义法 定义法呢 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的一种 也是呢 这个大家要谨慎使用的 为什么定义法难度比较大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太会定义 我们定义呢 可能是这个 第一 特别不科学 第二个呢 第一法则最大问题在于是 我们可能定义啊 使得我们讨论的范围变得过于宽泛 或者过于狭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这个摸清楚 这个文章 使阅读的人呢 没办法摸清楚 这个文章整体的脉络 可能就出现问题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这个题 Parents are the best teachers 这个题里面 你就应该对teachers来进一个第一 如果你没有定义 可以写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定义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 你看我们先定义一下说 teachers are those people who teach us knowledge 好 如果说我们就这么写的话 不太发现 Parents是不是 best teachers 很明显 我们就否定这个观念了 是不是 这边很容易写 但如果这样写 teachers are those people who teach us knowledge and how to deal with society 能理解吗 大家发现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Parents就是什么 best teachers 其实我这个定义决定了 我这篇文章该怎么写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还有下面这个评论也是一样 他说 Pain the game is finally won't win 大家还记得 我们当时讨论这个问题 都是这样说的 说 很多人说 虽然说我们输了 但是我们认识了朋友 虽然我们输了 但是我们明白了很多人事的道理 虽然我们输了 但是我们锻炼了身体 对不对 好 大家这样写 可不可以 肯定不行 好极了 但是如果在后面加一句 说锻炼身体也是人生乐趣 交朋友也是人生乐趣 明白人生正义 也是 一几棒 这决定是什么 你对这个犯本身的定义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的犯就是什么样子 这个运动之后 获奖之后 获得成功之后 胜利之后 人内心的那种愉悦 那么毫无疑问 那这个命迹就是对的 那个朋友的概念是犯 好不疑问 认为一个人输到 是不可能 这有真正那个快乐的 那种快乐就是人强迫自己快乐出来的 你说你打了球 输了 然后还新高采疗 我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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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备 大家能听懂这个意思吗 那么这个时候决定 你这犯怎么去定义了 好了 那么段落分裂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一共有五种 我们就讲到这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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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